10月26日新华社发布长文 内容首次披露周永康、孙震才 令计划曾搞拉票会选 但这右账方的却引人另有关注 要说在习近平第一任期反腐报道上的最大阻力 正是来自于新华社等官方喉舌的主管中宣布 而有关于此的表现在于 不仅是官方重量级的反腐报道 甚至习近平的一首反腐谈话都遭多次彻底封杀 极宣传口俗称的全网封杀 包括原发的喉舌媒体 以及所有转载的国内网站 通常导致这结果的只能是发自中宣布的指令 这里就以2014年则要举例 2014年6月20日 新华社官方微博发表短评 朝中有人也不灵 随即被纷纷转载 但仅一小时之后就被删除一空 因为这篇短评说的是6月19日 北川规的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 但矛头只指令政策的地底令计划 2014年7月30日 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网评 打掉大老虎周永康 不是反腐句号 此文发出后 也一度广货门户网站转载 但文章现身没多久就立刻被消失 诸多网站也不能再找到原文 包括人民网本身 因为此文内容和标题一样直白 除了周永康这个大老虎 还有其他级别更高的大老虎 亦难逃罚网 2014年8月4日 长白站日报 头版头条报道当地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 决习传达习近平2014年 6月26日的一次高层会议讲话 文章上网引起关注后 各媒体争相转载 但也很快遭遇全网封杀 而在长白站日报官网上 该文章的链接一同时失效 相同例子不用多 点击几篇就足够代表 就这三篇官方反腐报道而言 前两篇都是所谓 猴蛇中的猴蛇所发的重磅点评 如人民日报这篇 要凸显的实际是习近平打贪的决心 但惨遭全网封杀后 随隐多家外媒官媒在 打掉周永康非反腐句号上犹豫 习近平就出 周老虎就此收手 等等议论 更不要说上述第三篇 是习近平的一首反腐讲话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不报就算了 但即使是透过长白山日报 这名不见经传的地级是 为机关报披露 仍难逃一个禁令就全国消音 2014年乃至后来一段时间 习近平反腐讲话不能公开 表示他无法完全掌控中宣部 而中宣部敢跟习唱反调 在于后台是政治局常委中 负责封管宣传系统的刘云山 而刘云山敢和习作对 在于后台是江泽民 据《长白山日报》转述习近平626讲话 其中被广传的两句是 与腐败作斗争 个人生死 个人毁誉 无所谓 以及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堆垒 成交注状态 习近平这番话被外界视为生死论 因而刘云山的封杀无疑是一种公开威胁 但刘之所以这样做 不完全只为了周永康 同时也因为刘云山和自己的儿子刘乐飞的腐败 以城外媒的头条报道 刘云山高调谈马列 其子闷声发大财 如果说十九大后退休常委 谁会成为周永康第二 那刘云山绝对是热门人选